各位观众好,今天我想搞一个新的节目, 我一直都希望搞一些关于饮食的东西, 可惜以往一直有机缘, 但是为什么这次就不错了, 因为我在大概一个月遲到, 开始有人介绍我来月哥仔这家食肆, 我吃了三四次, 那时候十分别,所以拿了这个机会, 就试一下搞我的饮食前面, 这次是第一集,为了隆重其事, 我就成邀了豪哥来帮忙, 豪哥大家都… 上那些食网站可能都见到我了, 豪哥是负责一个食泡团的网站, 其实大家只要上YouTube, 大家吃桃团三个字, 就可以找到豪哥的节目, 其实你们网站都很厉害, 我发觉每个星期, 都可能有两三条片, 没错, 我们其实保持着, 现在两条, 因为这段时间就没有了要上网台的压力, 平时我们因为, 以前放在香港人网, 一个星期起码要拍三条, 三条那么多吗? 是的, 还要一条, 每条十几分钟, 因为我们一个钟头的节目, 是在香港人网的时候, 那后来就过了, 香港人网就刮柴, 哦, 不是, 是转营转营, 没错, 转营, 变成了第二个网, 但是, 其实我们觉得自己都开始成熟了, 可以自己出来, 自立户户, 那么, 我听说, 你们就快, 可能有, 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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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呢, 有好东西, 就是想找些好东西, 有空上浩哥的食物, 应该找些不错的东西, 参证一下, 首先我介绍, 我旁边的那位, 恐怕都不会低过你, 是, 那, 师傅, 我们这些是玩的, 这些是专业的, 差好一点的, 今天呢, 那今天呢, 我上次来呢, 我来的时候呢, 他刚刚开始买个盆菜, 是, 盆菜呢, 其实呢, 新年就, 吃是几对的, 因为呢, 盆菜其实是不是应该是, 我们可以说是香港人份的东西呢? 应该可以这样说, 因为其实, 就是看回历史, 是, 是, 追溯到好像是南宋那些, 我听说, 那些村民, 那些围村人, 那些围村人, 那些宗神, 打仗, 保家为国, 那些, 有一个说法, 就应该是文天祥的, 文天祥的, 不是吧? 有一个说法, 就好像, 是宋继柄, 那些围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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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围村, 那些围村人, 那些围村人, 那些围村, 那些围村, 那些围村人, 那些围村人, 粵菜来说, 这个算是真宝, 那些新生海味, 那些围村人, 那些围村人, 其实我, 心里面, 就很一般的感觉, 因为, 我吃过, 这么多年, 都吃过好几次围村, 其实, 我印象就不一样, 因为我吃的, 通常, 我说的是失败, 那我想问, 豪哥, 你吃围村的经验是怎样的? 其实, 我自己都不太喜欢吃盆菜, 因为, 常常一大锅, 煮到, 那些汁就混在, 这就是说, 其实, 好吃的盆菜, 真的可以, 那些汁, 最底的那些, 那些萝卜, 枝竹才是最正的, 但是, 现在很多时候, 做盆菜的人, 他将些东西, 炖猪肉, 猪皮, 全部, 都煮到同一个味道, 又或者, 不是同一个味道, 是, 它没有夹过, 它们每样炖的味道, 那么, 煮完之后, 就混合, 煮完之后, 一锅东西, 又肥腩腩腩, 是的, 我印象中, 头那些, 两层东西, 第一, 不是十分新鲜, 第一, 我不知, 我吃的都很不幸, 吃的底, 整批东西, 我根本就, 看上去都不想吃, 但是, 有些人觉得有风味, 其实有时吃盆菜, 吃风味, 但是, 我自己呢, 有没有吃过, 屯门有家白味香, 我听过, 白味香, 我自己觉得, 我吃过盆菜来说, 最, 最, 刺刺刺的, 你安排一下, 我们课问白味香, OK, 你可以找回我, 吃蒲园里面有白味香的片, OK, 其实, 今年过年, 我自己订白味香, 那行了, 豪哥, 你可能要煮, 我不看下, 你有没有机会改变口味, 是, 我想问一下, 一边盆菜, 底做了整批东西, 其实, 我觉得是很失败的, 因为, 可能他们已经过了浓, 做了过浓, 还有, 你的汁还没滚着, 看下底会给些什么, 可能他会给些萝卜, 会太溶, 或者给些芋头, 芋头炸完之后, 会越煲越浆, 但是, 好像我现在这样, 我的底是给什么, 给萝卜, 给萝卜, 那萝卜是硬身, 那越煲, 它不会溶, 所以, 它出来会整批东西, 还有, 这个萝卜有点水分, 对, 即是, 不会收了汁, 收得太浸, 对, 有紧的, 会越高越香, 会看到, 嗯, 其实, 我呢, 今次, 讲的盆菜, 我是想, 因为, 我知道, 今天, 其实, 就快收了, 其实, 如果, 观众看了这些东西, 他想, 试试自己做, 其实, 可否, 讲, 每个人来知道, 其实, 这个盆菜, 怎样做法, 好, 我劝你, 就不要在家里做了, 因为, 每样东西都不同, 每样东西的做法都不同, 是啊, 如果你做的话, 很麻烦, 等于, 整十样八样东西, 其实, 没有意思的, 你叫好, 因为, 就是一样东西, 你的海心, 都要发四天, 是啊, 海心要发四天, 是啊, 干越海心, 要发四天, 又, 很小条, 变成这么大条, 要发四天, 要啤水, 其实, 海心, 很多, 香港人家里都有做的, 但是, 我真的, 吃了这么久, 不太好吃, 其实, 海心很滋阴, 很有益的, 如果, 汁做得好, 是好吃的, 而且, 海心本身是没有味的, 是啊, 没有味的, 靠它什么呢, 靠它包汁, 其实, 多数, 海心都会用包汁去喂的, 那我们呢, 就会做什么, 所谓的花膠水, 就是够味, 花膠水? 是啊, 接着, 下去喂的, 花膠水, 浸完花膠之后, 不是, 是类似花, 即是, 我们用姜啊, 蒜蓉啊, 弄香了, 接着, 要加重的味道, 很重的味道, 一滚起喂一喂, 接着倒起, 再淋包汁, 那海心就有味, 因为, 本身海心是没有味的, 真的, 海心本身要浸四十四, 接着, 做个类似花膠水, 是的, 或者喂它, 接着, 再放入包汁, 是的, 但是, 我知道, 你的包汁其实都挺麻烦的, 是啊, 因为, 我的包汁是用鸡, 尺肉, 和, 给鸡脚去煲的, 是, 有铁架的, 有铁架的, OK, 煲完, 煲到它融了之后, 隔一些渣出来, 再用那些蚝油, 这样喂回的, 就是完全, 就是, 基本上, 做的汁, 都搞不定的, 是的, 我的汁, 将那些东西全部煲到融完, 起码都要煲十个小时, 煲十个小时, 慢慢的, 开着火, 慢慢的, 不如这样, 一般人, 在家, 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菜, 简单的, 那其实,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呢? 简单这些, 你不需要用太多这些, 好像有那些, 不用包心自到, 不用包心自到, 炖猪肉, 豬皮, 豬手, 鱼蛋, 你其实, 可能, 可能, 做个南乳汁, 放些鱿鱼豬皮, 放些枝竹, 这个, 蘿蔔墊底, 上面, 你, 买些白切鸡, 买些烧鵝, 烧肉, 这样就是, 很多人都这样做, 但我发觉就是一堆东西, 那没办法, 你想, 如果这个, 你想做, 仔细的话, 你真的没有人这样做一个盘菜, 因为, 你这十样东西, 十样东西的功夫都不同, 是的, 就算是你的厨袍也好, 你都要蒸过几钟头, 不是, 那些什么, 厨袍吗? 厨袍, 厨袍, 那你的鲍鱼, 就算是罐头的鲍鱼, 你都要, 未开盘, 要蒸过半钟头, 接着, 再用啤水洗干净之后, 再慢慢去煲过, 那你都要煲过几钟头, 那你都要煲过几钟头, 你的花枪, 你都要, 这不是很多人做的东西, 你问这个问题, 这么大势? 是的, 如果你想, 做过刚才说的简化版盘, 你就说, 想有要求, 但是有要求, 就要变成有很多功夫要求, 我真的吃剩一些鸭鸭, 这些猪肉的东西, 吃剩一些放在冰箱, 我想做个像样的东西, 那你可能炆了, 或者, 如果是鸡的话, 这个饱饱, 也要白切鸡, 用些姜葱饱饱饱饱, 又不要够, 就是, 你摊到它变常温, 用些姜葱蒜, 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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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那几层呢? 下面那几层呢? 你其实真的炆一个底, 反而, 做过的南乳汁, 统一了那些味道, 你更好过几种味道炆下去, 你如果夹得不到那些汁, 混在一起就变成古怪了, 反而你煮南乳汁, 你不用说南乳汁的, 因为, 通常那些人盘出南乳汁, 南乳汁是带咸的, 就吃下去就没那么好的, 如果你南乳的话, 你配回, 你不如, 就给腐乳汁, 就是用腐乳, 腐乳汁, 小贱啊, 你腐乳, 加南乳, 给小柱侯酱下去, 接着呢, 味出来呢, 挺惹味的, 说一下腐乳汁, 你为腐乳为主味, 好似给十专的腐乳, 十专腐乳, 你给回两专的, 南乳, 南乳, 跟着呢, 你再给回一茶匙的, 一瓦羹的, 一瓦羹的, 蠔油, 炒牛醬, 跟着呢, 就会下回多小糖, 多小糖, 多小糖, 因为腐乳会咸的, 一定要够糖去钓回去, 跟着呢, 鸡粉不用给太多, 就给小, 给小, 给小鹽花下去, 蘸一点, 那些九缸双蒸, 这样煮热, 它的汁就很棒, 就是我刚才把材料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然后倒下去, 倒下去, 然后呢, 拿一些萝卜, 拿一些萝卜,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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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汁是不同的, 那些汁, 那样是不同的, 厚度, 那些汁, 是不同的。 那些汁, 上面一个用鸡蛋, 下面可能, 下面可能, 在下面有一些, 蘿白, 索味, 可是我不明白了, 如果在下面, 那些, 都倒下去, 那些汁就不 Все 不用了, 本身呢, 茴汁熟稠了, 蘿蔔放進去慢慢吸收味 而且本身的味道是沒有什麼味道 是要靠醬汁的味道拌進去 所以醬汁是最重要的 例如我們這些包心廁都沒有什麼味道 是靠醬汁 所以我不會用南乳汁 包汁配海鮮是夠香的 配搭得好 其實你說得對 因為師傅 其實我用了這麼多的東西 本身其實大家本身都沒有什麼味道 是 純粹是靠醬汁 但之前的前期功夫都很重要 因為每樣東西要發起它 要蒸鬆它 全部功夫都不一樣 這個好頭 師傅你講講鮑魚是怎樣用的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鮮鮑魚 你回到第一時間要浸水 浸開之後你便撕掉它的釘 要浸多少時間 如果鮮鮑魚解凍的話 預計它浸三四個小時 三個小時 這樣你便回來撕開它的釘 然後再用熱水拖一拖它 然後就會加一些炸香的雞 豬肉 雞腳 這樣炸香了它 先先 先先 我們做鮑魚又要炸 做鮑魚 對呀 鮑鮑魚又沒有味道 鮑鮑魚沒有味道 要扣回鮑魚 要入味道 即是我們想把鮑魚浸水 清潔它 然後怎樣 然後要炸 拿些雞腳 豬肉 豬肉 底味 鮑魚 炸香了之後 連鮑魚一起煮 煮這些鮑魚就不可以下味 只可以下冰糖 下冰糖慢慢將它煮 因為一下味一煮 越煮越實就會韌 一定要用冰糖才煮到鬆發 如果不韌的話 它就不鬆 到最後才放蠔油 拿回味 接著就要起 即是煮的時候 鮑魚就會吸收鮑魚豬肉 對呀 因為鮑魚本身是沒有味道 一定要靠那些配料 即是炸香了雞腳 豬肉 雞 拿那些肉味 鮑魚本身是要有肉味 才可以加這些 煮肉味出來 這個不用煮很久 這個 你都要煮幾個小時 要煮幾十鐘 要煮幾十鐘 對呀 你做這些 你都要幾個小時 煮得 其實我想問 現在煮這些 我家有個叫真空煮 不是客力的 真空煮 真空煮 如果這樣 可以嗎 可以 沒有問題 現在很多人都會用那些 但你只是煮鮑魚 還要煮其他 你會煮其他 你會煮其他 你說到底這些 真的出去吃 叫人 說真的 你說什麼 有雞有鵝 其實放在雪櫃 你用來做盆菜都不太好吃 真的 不好意思 反正用來煮 煮了那些 煮了那些 其實你煮人煮了 這樣吃更好 對呀 真的 兩樣東西 對呀 對呀 因為這些雞食證 如你所說 你薑蔥炒 然後給少許新鮮的沙薑 拿個香味 這樣炒出來 都挺野味的 對呀 這樣還可以好些 就是說 你說只做盆菜 其實你家製做很多複雜的 對呀 就是你很老實說 你沒有那麼多設備 就是我們做廚房 飲食 我們有設備 那我們的蒸爐來蒸 都好過你家製做 那你家製和外面做的 完全是兩回事 那順便問一問 我先問一下 假如家裏真的有些 吃中了雞、鴨、鵝之類 通常就這樣 將來浪費了 將來自己炒回去吃 但是就會越來越硬 你慢慢 其實那些東西 那些雞不會硬的 不會硬的 那些雞炒完 是不會硬的 對 沒錯 對 它有否解決方法 這些如果是白切雞 就可以煮雞粥 對呀 即是你會 還有很多時候你想處理的話 你要對 入廚有些認識才行 即是現在好像入廚靈 給到下你的手 你怎樣也是死的 就是因為很多人入廚的經驗 就不是很多 對 對 所以其實有些事情 可能是 用家媽做 如果不是 簡單的方法 就是 可能自然解凍 你放在雪櫃 然後就輕輕盛開 其實那些雞 都可以有一個做法 通常我們新年有做白切雞 對 其實可以把它 輕輕地蒸回熱 把它捉回鹽 做鹹雞 都好吃的 鹹香 怎樣捉回鹽 拿鹽去 這樣放多久都不重要 就是用它做鹹雞 鹹雞 鹹雞 對 用來送粥 用來送粥 或者用來喝啤酒 也可以 喝紅酒 即是白切雞 把它捉回鹽下去 對 把它捉回鹽去做鹹雞 因為白切雞 一般 放一天兩天 就會變 會變的 但是如果鹹雞 乾了水 乾了水 不要吃 但你用鹹雞來做 其實它是香的 它的肉 是被鹽吸收了 還有把它收緊 因為你蒸一蒸熱它 接著你搓鹽 讓它自然攤動 鹽會進入雞肉 它的肉 會香 鹹香 可以放三天四天 都沒有問題 豪哥 我們沒有理由 白狗這盤 都趕上網去 嘗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要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應該都放了這麼多汁 豪哥 你覺得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其實盆菜很隨便 盆菜什麼都弄好 就是貪它隨便 你說真的沒什麼特別 對 因為炸散它做得這麼漂亮 炸散很浪費 逐件逐件來 你看看 有時候你吃了海參 還是海參 吃海參 其實正常吃鮑魚更好 鮑魚更好 鮑魚更好 鮑魚先 嘗鮑魚先 嘗鮑魚先 鮑魚 鮑鮑幾個小時 因為澳洲鮑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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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鸡肉去煮一半一段时间 我真的吃了一股味 有点鲜鲜 鲍鱼是海鲜 味道会更削 所以要用肉味 所以一定要用鸡肉 用鸡肉去煮 海鲜浸泡汁 海鲜是不成功的 煮鲜鲜会一斤 煮鲜鱼 处理上也有些问题 煮得太久 煮好 煮好后 跟师傅所说 煮味 海鲜会化的 射开 烂的 油是海鲜的敌人 煮食当时是有油 但煮好不同 但时间不能太久 一久就会化完 即是海鲜 面前说到海鲜鱼 才放进去 就会让它放进去 不会煮得久 不是一起煮 不是一起煮的 因为海鲜 就算我们化海鲜 一遇油的话海鲜就没有了 一滴油可以化来 5斤海鲜 可以化5斤海鲜 完全没有 一滴油 一滴油都没有 一滴油 这些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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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好 煮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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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les 煮好后 煮好很厉害 因為煮熟 没有浪底 看一看在淨ids 所以煮烂 就让您 Twitch compromise 按一下 Fan игры ICHICAL 快点 不是放在放在火上煮的 不像灼火 灼火 胃ік 其实不是这样的吃饭应该 是呀,你慢慢这样吃,开小火 就是不像打火炉那样,一下去慢慢 这些其实,这锅可以,越锅它会越入味 越入味才会好吃,所以慢慢这样吃也好 但是我怕锅得来,它这些会,即是你说会化了? 不会,其实我们落这些东西,底够浪的话,好似你给莲藕 浪一下底,上面的东西不会太过犀利的 但是它的汁会慢慢收着,越锅越浓味 然后将其他味道集在一起的话,这些挺惹味的 其实莲藕浪底,其实挺好做法的 因为莲藕是很耐煲的,比萝卜更耐煲 但是如果我自己吃盆菜,我喜欢萝卜 因为它慢慢吸入它的味道 因为其实我会用两口 因为萝卜飙水飙得很厉害,而且它淋了之后,飙水很厉害 那你配上一些莲藕,起码不会太过厉害,水温温和太腍 有两种口感 你不用只用一样东西 喂,猴哥你现在吃到现在,你觉得有什么感觉? 这锅可以叫做海尾锅 其实这个,如果叫它盆菜,不如叫它海尾锅 不过用盆菜的表现,吃起来也不错 但这个其实现在,很多盆菜,始终不是维酸的做法 维酸其实有一套它的规矩 由层层跌,由最便宜的东西搭到最矜贵 其实这个,因为我们香港始终 很多食肆已经一路顺应潮流的改变 所以就变成了很多五花八门的盆菜 反正这个汁好,因为是单一 不会有很多其他集乱的东西混合 你吃到第一盆菜真的很好吃 就是,鱿鱼一个汁 猪皮一个汁 炆枝粥一个汁 但是它真的没有夹过,没有想过 这几个汁是煲在一起会夹的 由于煲,水又揮发了,味一浓 其实几样东西搭到已经不知是什么 那种味道是很没意思的 反而你觉得这种相对单一的东西 因为其实整个东西都是用包汁多多一点 就是这样弄出来的 所以大家是互相夹得到的 没错 因为包汁是其中是海味用的 所以味道会统一点,会比较夹 至少吃到尾都是这种味 只要会越来越浓 反而味道会更清楚 有些盆菜,为什么会越吃越难 因为煲到已经不清不错 即是味道已经不知是什么味道 是的 所以这个好吃 我想问一下,蚝市本身不是特别处理的 要啊 因为买蚝也是这样的 不是啊,蚝市才浸一天水 然后蚝本身有很小的瓶 有很小的瓶 要挑了它 然后你要入饰 要入饰 要不然是这样的 买回来 买回来是这样的 但是你是黑色的 是黑色的 但是你要入饰 然后要炸它 然后要用一些肉水来煮回它 哇,这么复杂 要做一些好吃的 真是这么简单的 蚝市不是这样的 就是要煮回它 你也要煮它半个钟 我当时以为蚝市很简 因为蚝市本身 已经咸 如果蚝市煮粥 就不得了 扔下去就可以了 蚝市要浸 要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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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完之后 还要用姜 姜葱爆 你才拿去 这样就煮粥的香 难怪你说 这些都是出来吃 找人知道的 对 如果不知道怎么处理 很多时候 为什么这些东西 好像同样 为什么这些东西 差不远 有时就是因为自己的处理问题 为什么要找师傅 这么说 没错 没错 这个锅 我知道 如果真的没有送货 没有送货 如果有兴趣 就不来 打电话订 最后才有 最后才有 提前几天跟我说 因为这些东西 我们全部都是自己买 自己做的 不是现买现成的 不同的 好